然番剧场,然番啦! 113级 至于为何不撕破脸皮,倒是很好理解的 这大概率与木晴有一定的关系 撕破脸皮的情况下,这两支势力都得挨木晴的铁拳毒打 木晴才不管他们是谁先入侵的领东城 可如果不撕破脸皮,至少明面上不会有问题出现 黎明战团还是能够源源不断地为他们创造资源 唯一的分歧不过是资源该如何分配罢了 所以这场战斗只能是在暗中进行 挑明真相对谁都不好 至于这两支势力的实力如何,到现在还是未知数 现有的情报倒是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用来分辨这些实力的强弱 首先能确定的一点是 现阶段降临在人类世界东部区的领域势力 打都来自于领域世界的领域小世界 例如迷雾族,弱族联盟中的部分小势力 灵能族,夜影族等等 但是也有例外 其中营月族就是来自于黑域小世界的第二层 只能从大致上确定 领域世界的领域势力是人类东部区降临的主要势力 所以推测领东城那边的领域潜伏势力可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分析 使领域小世界的势力概率很高 思绪回到了现在 如果派别人去接触木遥 或许得到的不一定会是真正的真相 被记录在数据库中的情报可能会是假消息 虽然这样的概率不高 但是假情报会影响到他推进往后的时间线 或许多条牺牲线的努力会功亏一亏 亲自接触 然后读取记忆 才能保证这份情报的真实性 现如今他还没有接触到能够修改记忆的能力 与为掌握的也只是边际记忆的能力 而不是修改记忆 是不是自己的记忆 他在梦魇的状态下很好分辨 读取记忆是防止假情报的最佳选择 这也是他选择苦苦支撑 想要亲眼见到木遥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段时间 他也想过一个可能存在的隐患问题 他的身体衰败已经十分的严重了 这种衰败是否会影响到他的大脑 如果大脑出现了问题 显然会影响到记忆的读取 之前的时间线 他都没有等到身体严重的衰败 就已经死亡了 那时候的大脑充满了活性 再加上活性药剂的加持 让他的大脑能够储存至1500年之后的未来 但是这条牺牲线 身体的恶化可能已经影响到了大脑 为此他特地咨询了宇薇 在这方面 宇薇显然已经做好了准备 他表示 这不会影响到他的大脑储存 他的身体恶化 主要是与身体过载负荷有关 以心脏为中心蔓延周身 失去了身体的拖累 大脑反而容易被保留下来 宇薇还表示 等他死了 会对他的大脑进行仔细的清理 那时候的大脑 更像是活着的记忆容器 本质上没有了意识 也失去了对外界的感知器官 同时 保留大脑的技术 经过多条时间线的积累 已经非常的成熟了 只要不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 保持大脑活性会很容易 听了宇薇的解释 风奇这才放下心来 如果大脑的保存受到影响 那他现在的努力 也就没有了任何意义了 这时 仪器停止运转的声音 将风奇的思绪拉回 四周带有黑色杂质的液体 顺着排水孔流出 头顶的透明玻璃 在这时缓缓地升起 风奇也在这时坐起身来 疗养过后 他明显觉得身体恢复了不少 但是疗养无法跟除 他身体衰败的积蓄 只能是起到短暂的清理作用 很快 他的身体又会陷入疲倦 与昏沉的状态 他倒是想过 一时躺在疗养舱内 但是过度的疗养 也会对他的身体造成影响 只能适可而止 小老头 感觉如何 转头望向趴在仪器边 正微笑着望向他的玉璃 风奇的脸上浮现 无奈的表情 过去了这么多年 玉璃还是年轻的模样 丝毫没有变化 可他却已经老得 快要掉进棺材里了 再撑些年 等见到了老女人 让他为你严寿 我拥有悠长的寿命 就与老女人有关 风奇在这时点头 仪器继续打开 他被推出了仪器 随后 在古沙的搀扶下 坐上了轮椅 离别之前 他转头望向了玉璃 轻声开口道 玉璃 辛苦你了 对于这个 站在他身后的女人 风奇始终是心存感激 如果不是玉璃 与星红研究院 在背后默默地付出 他仅凭自己的努力 很难走到现如今 拯救世界 并非是他一个人在努力 所有的同行者 都为旧事付出了一份贡献 其中 玉璃是多条时间线中 推着他拓路前进的 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 面对他的感谢 以为无所谓的白手道 客气 为阿奇服务 是咱破晓战士的最高理想与荣耀 笑屁啊 等老女人给你续命后 请我出去吃龙虾 行程东角 百米高的百元形树起的石碑下 是一座能够容纳三万人的广场 广场的地面像是用鹅卵石铺住 高低不平 仔细看能够发现缝隙间 有淡蓝色的晶莹软管 互相连接 每当夜晚时分 空间广场就会散发 阵阵蓝色的微光 场面震撼 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行程的高层悉数到来 好时数十年的空间传送阵项目 将在今天完工了 即将对接迷雾族的空间传送阵 这对行程 对人类历史而言 都是非常重要的时刻 必将载入史册 许多空间工程参与者 与记者已经将空间通道入口 围得水泄不通了 想亲眼目睹 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其中有许多人 将自己的半辈子都花在了 空间工程的搭建上 这项工程对他们而言 不只是一个任务 更是自己这辈子努力的证明 也是他们这辈子最大的荣誉 他们的名字 将被永远地刻在空间石碑的背面 远远流畅 空间传送阵的对接时间已经到了 但是星城的高层 却无人提出 开启对接仪式 他们遥望广场入口处的方向 等待着那位老人的出现 许久之后 一辆琥珀砖车停靠在了广场入口处 坐着轮椅 头发花白的憔悴老人 身影出现时 人群忽然变得安静 纷纷让出一条通往广场内的道路来 下了车 古沙推动轮椅 带着风气往广场内而去 时至冬季 带有湿气的寒风 刺骨的冰冷 织往体内钻 寒风吹拂下 风气忍不住咳嗽 摊开手心 却是一抹烟红 但是他不动声色地将手掌放下 广场的路面高低不平 略显颠簸 好在轮椅是科技研究院特地为他定做 能够有效地减缓颠簸感 否则 这一路的颠簸就有可能要了他的老命啊 许久之后 他来到了对接仪式所在的位置 疯了 看到风气的出现 一种星城高层纷纷恭敬地打招呼 望着许多略显陌生的面孔 风气都一一地点头回应 这么多年过去了 星城的管理层到了老旧更替的阶段 曾经的熟人虽然还有部分在岗位上 却也有部分的退休养老了